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來 今天來看一下阿伯家的通心粉鼠 生的寶寶 牠的母鼠在那邊 牠把那個原本的紙棉 咬得非常非常的蓬鬆 然後整個給牠鋸在牠的窩裡面 牠這個窩的話 是我之前幫牠準備的一個陶瓷的碗 那牠是昨天 昨天把寶寶生下來 那昨天早上的話 牠就開始對公鼠有驅趕的行為 然後一直去搶牠的那個保暖用的紙棉 剛好這一兩天 那個冷氣團 冷氣團來襲 天天氣溫下降了 我想說為什麼這隻母鼠 一直對那隻公鼠 拳腳 拳腳相向 一直打牠 兩隻一直吵吵吵吵吵 後來差不多到傍晚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 母鼠 生下了四隻寶寶 那公鼠的話就是被牠趕到另一個 之前幫牠準備的一個比較 小的陶瓷窩裡面 那目前的話 可以看到那個 整個飼養龍底下的沙子 全部被挖空了 看這邊 這一區的 整個被推到這邊來 都聚在窩的附近 所以 阿伯現在就是準備要 幫牠把紙棉的量再增加一些進去 原本這個紙棉是長這樣子 原本是長這樣子 一片一片的 牠把它咬到這樣子 很像那個絨毛娃娃外面那個 絨毛一樣 這母的 真的很會坐窩 應該說這種老鼠應該很會坐窩 那很像那個 八尺鼠的話 牠們就沒那麼會坐窩 八尺鼠 被丟了一堆紙棉菌 要全部給牠推出來 很浪費 他們可能是不坐窩的 那這個通信粉的話 牠會坐窩 那我就幫牠補一點進去 防止牠的寶寶 受寒 因為這幾天溫度真的下降蠻多的 來看那個母鼠 會不會出來 拿點東西給牠吃看看 我現在沒有想吃 放旁邊 牠 想吃的時候自己出來吃 現在就是 如果牠不出來的話 我就不要打倒牠 因為我本來想說拍個寶寶的 影片給你們看 也是牠現在 沒有想出來 我就不要打倒牠 怕一打倒牠就把寶寶給吃 來出來了 出來了 這個就是母的通心粉 看牠又在弄窩了 牠非常的愛吃瓜子 來看一下寶寶看看得到 我有點暗 稍微可以看到 這個寶寶剛出生的時候 就跟一般的倉鼠一樣 整隻是粉紅色的 然後眼睛也沒有打開 好 跟前幾天拍的那個八尺鼠不一樣 八尺鼠的寶寶一出生啊 眼睛就微開 然後身上就帶點毛了 那這個 通心粉的寶寶 剛出來 整個就是一個粉紅色的肉球 牠要開始翻紙年了 很盡責的媽媽 很盡責的媽媽 牠的窩 窩罩得非常非常的蓬鬆 好像就非常的保暖 好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